这里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困惑可以看视频左上门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 这个掌丘厚重饱满 这个手指呢 调打粗壮 这个是典型的偏土形长 土人的稳重传统 这个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并且呢 这个土人呢 有探索精神 而且呢 做事呢 重信欲讲成信 是个典型的实干家的手相 从这个伸长的视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这个手指啊 手指呢 食指还是很长啊 食指长于无名指的人呢 一般呢 和兄弟姊妹缘分深厚 代表做事呢 自信心十足 有活力啊 有野心有抱负啊 这个是食指很长的人的 一种比较不错的特点 相对来讲 右手啊 这个手指的指头啊 更加粗大一些啊 那么指头啊 四股锤 这个指头 粗大的人呢 一般呢 有一些势比公斤偏牢笼啊 这个 也符合这个土掌人的 这种勤劳肯干的特点啊 这是 这个手指的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食指还是见缝隙啊 早难于前啊 那么财运会来的 相对来讲会晚一些啊 这是手指 我们来看这个掌面和纹路 掌丘来看呢 这个金星丘啊 尤为的高拢饱满啊 金星丘呢 是代表体质啊 那么健康啊 金星丘饱满的人呢 一般的体质家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深厚啊 但是呢 凡事过犹不及啊 金星丘有一些过于饱满的 过于饱满的人有一些重欲望啊 切勿沉迷情欲啊 一些欲望啊 损套福报 那么金星丘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开阔啊 那么为人也是慷慨大方啊 人缘家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虎口火星丘啊 低火星丘 相对来讲右手的虎心丘 这个虎口低火星丘稍弱一些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代表的 有勇气面对困难和挑战啊 魄力十足啊 那么到了后天的话 会变得更加的沉稳理性一些啊 这是右手后天的一些 这个虎口火星丘的对比 此外呢 金星丘也不 这个月球也不弱啊 月球非常饱满高龙的人呢 这个慷慨大方 这个变通能力强 点子多脑子活络啊 这个处事呢 这个是懂得应变啊 同时也说明想象力丰富 做事呢 创意十足 这个是月球饱满 那么第二火星丘啊 这是第二火星丘的上方啊 第二火星丘饱满的人呢 一般道德感强啊 富有正义感啊 这个是 这个也是符合土长人的一种特质啊 这是这个手指下半部分的这个掌球啊 那么上半部分的掌球就有一些偏弱啊 就是手指根部的掌球啊 有一些平薄见褶症啊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个食指下方这个训弓啊 也就是正裁位啊 正裁位特别到了后天呢 有一些褶肉和杂纹干扰啊 说明了这个 容易在这个 这是正裁位代表本职工作 老本行啊 正裁本职工作 有一些起伏和动荡啊 从这个后天事业线的一些杂乱啊 后劲不足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那么 小指根部的水星丘呢 啊 这个 也一也见一些杂纹的干扰啊 也见一些杂纹的干扰 那么这个地方是代表这个沟通能力啊 这个包括自身的个性的开朗程度啊 那么到了后天呢 似乎会有一些这个更加的啊 显得有一些这个啊 谨慎和保守啊 特别是在这个沟通能力方面呢 有一些偏弱啊 这是掌丘啊 我们看纹路啊 纹路的 这个左手来看的话是非常的不错啊 到了右手后天的纹路呢 似乎有一些变得浅淡啊 所以说这个后天呢 这个纹路还是需要痒痒啊 我们来看这个左手清晰的这个纹路一点 清晰的清晰点这个纹路啊 看这个生命线初期呢啊 见一些这个导纹和锁链啊 说明了这个早年的体质倒是一般啊 包括这个早年出生家庭环境也一般啊 这个早年运势一般 这个特别是这个初期的这个导纹呢 也更代表呢 小的时候呢 有过生病住院的经历啊 这是这个早年的导纹啊 同时呢 也看到这个脑线呢 是人纹代表自己 生命线呢 是地纹呢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如果是粘贴稍长啊 就会出现这种处事偏保守谨慎 会有一些 这个放不开手脚 这个思想负担比较重啊 所以说容易错过一些机会啊 显得有一些犹豫不决啊 但是呢 优点是做事啊 这个计划性强啊 这个偏 传统啊 所以说犯错误的机会会比较少一些 属于这种稳扎稳打心的啊 虽然说早年出生家庭环境一般 但是初期呢还是建这个上升线呢 这个上升线呢 看流年啊 基本上这个上升线是可以看到是代表学业啊 叫希望闻的 代表学业方面还是不错 到后期呢 克服这个家庭的阻碍 在学业上还是能够有所进步 只是在分离处呢 也是建一些导闻 分离处呢 是代表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啊 也就是出入社会闯荡 或者是啊 这个脱离原生家庭进入高校校园的阶段啊 这个阶段呢建一些坎坷和动荡啊 这个这个阶段的阻碍呢 啊 不乏有一些这个烂桃花的干扰啊 包括感情线的动感情方面的一些动荡啊 我们见到初期呢 感情线来建一些啊 横这个向下向下的支线啊 包括这个有一些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导温啊 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在感情当中呢 25岁左右可以见这个 可见这个犯情商的这个经历啊 并且我们从亲密关系线也可以看到 流年来看基本上是2023到25岁左右 这个阶段呢 出现条亲密关系线 亲密关系线也是建一些横闻的干扰啊 所以这个阶段是容易建一些动荡啊 在感情当中呢 也是缺乏经验 也显得容易为感情知识而烦恼啊 这是青少青年时期的一个感情方面的动荡啊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生命线流年来看 基本上这个在分离之后呢 生命线慢慢的加深啊 慢慢的加深 并且呢一直持续到这个整个中年的阶段 所以说强运还是在中年呢 这个中年要把握机会的话 在事业和财运方面能够 包括这个感情方面都能够有所突破 后期我们注意到从这个亲密关系线 这个延伸之后呢 似乎在中年呢 又建一条这个亲密关系线啊 也建一些横闻干扰啊 这个就对应在这感情线中期呢 有一件有一段这个长条的这种啊 两条线 两条感情线并行的一条短线啊 那么这个就在感情当中呢 在中年啊 甚至进入婚后呢 就都容易出现这种啊 这个犯情伤或者烂逃干扰的情况 影响到婚姻的稳定啊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防范的啊 这是这个亲密关系线啊 结合感性线来一起看这个感情的方面的运势 其实呢可以看到 他这个事业线旁边的两条这个影响线 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啊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这两条影响线呢 这个如果是跟事业线呢 出现这种香蕉啊 这种情况的话 就容易在这个感情方面 遭遇一些烂逃的干扰 那么有关事业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业线呢 还是伸长啊 并且呢冲破了脑线和感情线啊 也就是说过了这个脑力观 能力观啊 也过了感情观啊 所以说情观过了啊 这个能力观也过过了两道关口 在事业方面还是能够有所突破的啊 并且呢这个这个事业心也不弱啊 那事业线事业线的这个冲破了天文 形成这个冲天文啊 在这个终止土星球下方啊 这是这个事业方面的 事业方面是事业心强啊 并且呢这个有一些偏晚成的格局啊 因为刚才讲到的食指见缝息啊 财运和事业会来的比较晚些啊 并且呢事业线跟整个三大主线呢 也组合成了这种啊 这个M字纹 M字纹呢是一种先苦后甜的命局 那么这是事业方面呢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左右手对比来看 右手的纹路还是需要痒痒啊 右手的纹路呢 有一些偏深浅不一偏这个浅淡 并且的横温干扰比较多 那么右手呢是这个惯用手啊 所以说这个在自己进行一些啊 这个或者是用手 或者说这个劳作 或者是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这个右手啊要多注意保养保养啊 因为这个本身呢 如果是掌球起茧 掌色跟左右手对比相差很大的话 就容易出现这种运势的反复啊 那么关于财运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财运线呢 虽然是比较浅淡 但是我们见这个生命线延伸出来的 这个支线往中指土星球 中指这个食指 这个这个无名指太阳球方向走啊 虽然有些断序 但是这个叫太阳线 也叫成功线啊 这种线如果是养成的话啊 如果是养成这么一条 直直的没有断序的话 那么就非常不错啊 这是代表呢 在这个事业方面容易成功 也代表在因缘方面容易幸福 这个是有关这个幸福指数的啊 那就是说这个从事业线上面延伸出来 或者从生命线延伸出来这个太阳线啊 延伸到这个无名指下方 这个是代表这个生活美满幸福啊 所以说还是需要养一养这个太阳线 这也叫成功线啊 那么关于财运方面还是财运线浅淡啊 包括这个如果是财运线 如果是成型的话啊 那么他会和这个事这个事业线啊 脑线以及这个生命线啊 组合成这个元宝型的财库 这种元宝型财库呢 是容易在财运方面起到一个催旺的作用啊 但是呢 刚才讲到的财运线浅淡啊 导致这个地方啊 长底砍弓出现开口啊 容易出现漏财的情况 需要这个补充财库才能够化解 加上这个本身呢 见缝隙啊 这是整个手下的分析啊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视频 总让我们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